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江偉 本來今天繼續受到西南氣流影響 天氣和昨天都差不多 仍然有陽光比較燃 不過各部地區還有一些骰雨 首先跟大家看看今早各區的最低氣溫 到六點鐘為止 大部份地方的最低氣溫 都是介乎26至28度左右 至於天色方面 早上在維港看見天色其實也不錯 不過要注意 在雷達圖像中 我們看到跟西南氣流相關的雨區 是繼續影響著廣東沿岸 另外在香港的南面 仍然有些雨區慢慢地挨近本港 所以預測本港今天的各部地區 都仍然有些骰雨 至於在衛星文台中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 跟西南氣流相關的一些雲團 是繼續影響著沿岸地區 另外看遠一點 其實現在在南海的中部 以至南海北部都有不少對流發展 我們預計跟這些對流發展相關的不穩定天氣 是會慢慢地挨近沿岸地區 由一些雲亮雨量的雨步都看到 現在跟不穩定天氣相關的一些雨區 到明天的時候 就會慢慢地開始影響沿岸地區 所以預計日本港到明天的時候 就開始會增加一些咒雨和寄陣雷暴 至於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預測今天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各部地區是有咒雨 日間天氣酷熱 最高氣溫會上升到33度左右 吹和緩的藍至西南風 另外預測今天最高紫外線指數會有11 強度是屬於極高的 各位如果需要外出工作 就記得要注意防曬了 至於展望方面 隨著現在在南海中部的一些不穩定天氣 是挨近沿岸地區 所以展望本港未來一兩天 是會有咒雨和寄陣雷暴 各位要留意 今早的天氣報告講到這裡 拜拜